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8岁的曾晓云几乎每周末都会和跑越野的朋友约上一把 而今天来的地方就是距离农泉义城区不远的农泉山健身步道 跑越野正常的就是各种地方 这边的路都很宽 虽然今天下雨有点滑 但是其实是可以走下来的 也可以跑得起来 我们有些时候在成都周末也会在这边来拉链 标准的90后美女曾晓云来自新加坡 去年来到成都在成都的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工作 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数学硕士的高学历形成鲜明反差 这位理工科美女工作之余的最爱 竟然是各类极限运动 我其实是很喜欢山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像越野啊就是玩得蛮多的 然后我很喜欢高海拔登山 攀兵啊这些都会去玩 然后这边你看还有我那个攀岩啊 就是我前两天才去四川这边 就成都旁边攀岩 然后最近也是在学滑翔伞 因为以后想从山上可以飞下来 虽然来到成都的时间不长 但曾晓云说 在成都生活的感受 却和在新加坡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 成都除了有新加坡城市的繁华 还有一份新加坡没有的慢生活 而更为重要的是 成都周边丰富的旅游资源 更是她在新加坡无法体会到的 曾晓云游历过50多个国家 可以说玩转了大半个地球 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也曾和父母来成都游玩过 而这次来到成都工作 用她的话说 不仅感受到了近些年 成都在现代化进程上的飞速发展 还感受到了成都 在打造宜居环境上所下的功夫 像天府绿道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打造 都给这位新加坡美女 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因为在海外是很喜欢玩户外的 然后我刚刚来成都 我会以为是成都其实是 可能大家就跑跑步啊 打打球啊这样子 然后来这边其实还认识蛮多 国际上的朋友啊 其实我发现现在沿管也很多 然后越野现在也是 这边山的资源很好吧 成都又是打造户外天堂 对不对 所以现在很多 大家一起玩越野跑啊 去登山啊 包括一些讲坂 这样这些户外运动的发展也是真的是越来越好 所以我觉得真的成都玩的就很开心现在 狂热的运动发烧友自然也会比常人更关注明年大运会的到来 对于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样的大型国际性体育赛事来到成都 这位新加坡美女也为成都点赞 我是真的很开心就是成都这样的城市可以举办这么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 那我作为自己在成都呢 我希望如果我明天还在的话 我希望呢可以自己作为国际的一个志愿者去为大运会尽自己的一份力 新加坡的体育强项是游泳乒乓球 曾小云也表示 除了会去看比赛 自己还会邀请在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好友过来成都 带着他们感受成都的美丽 这位新加坡美丽 我真的感谢我的邀请到 我的朋友从新加坡 从南亚的南亚的南亚 甚至从世界里 来到城都的美丽 来享受食物 文化 美丽的美丽 和广告 广告 欢迎来到城都哥